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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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原本是橙青黄色的 我可以看到我们面前有大概一二三四五种不同的鱼饼鱼膏 看能不能跟我们中间介绍一下这些东西是什么样的 好啊 对 那我们做鱼饼呢是用鱼肉还有呢这个面粉把它变成了一种姜 然后呢这个把它这个可以做成各种不同的形状 在这边你看有长条状然后有圆形的 出来的这个呢也可以叫鱼丸子 也可以叫什么甜不辣 其实都是可以的 是 那么做火锅吃啊或者是涮锅子呀然后放在汤里啊 或者就这么站着点酱吃 其实很好吃的 也是可以吃的 没错 除了这些各种不同形状呢我们也可以做成辣的呀或者不辣的呀 加胡椒粉的不加胡椒粉的呀 方块状的呀长方形的呀各种形状 你要喜欢做成新型的也行 那可以先给自己爱的人 没错 然后另外呢你看呢这个是加馅的了 那么里面有馅的呢我们有三种不同的馅 一种呢是火腿肠的 我们也可以叫它韩式热狗 哦对对对 像老外比较喜欢吃的就是那种 对好豆 那么另外呢还可以加蟹柳 还有一种呢是我们的韩国的比较特色叫年糕 哦就是在里面卷年糕是吗 对一个年糕把它切成长形的然后卷在里面 有人喜欢吃比较糯糯的那种软软的口感呢 那这款可能最适合它 哦那我相信里面的这个口感一定是非常的有彩性 对没错 想起来就很好吃 嗯那我看到除了这些炸鱼饼之外 我有看到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像薯条一样的东西 你知道吗 对 哎我知道你爱吃薯条 哦你觉得这像不像薯条 对就是很有薯条的感觉 但好像颜色又有点不一样 对对对 哎我以前我们的师傅也帮我们做一点这个炸的 其实是蔬菜 哦可以吗 对啊对啊 对等会炸出来给你吃一吃 好的好的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里面有各种不同的颜色 哦 那么实际上那个红色的是胡萝卜 嗯 对很健康了吧 是 然后呢白色的是红薯 还有一种东西是洋葱 哦洋葱 哦炸洋葱本身是很香的很好吃的 那么这三种东西呢混在一起 那么炸出来呢 它是一般就是说它组织好了那么一团 然后放进去 那么炸出来呢是一份一份的 哦 因为这是现炸的 一份是一次一起炸 然后它们就会激动的黏在一起 对对对对 然后变成一整份的 然后我们这个是 我看到这里正在把这个油沥干 沥干了之后我们的成品就是这边的这些了吧 对没错 嗯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炸好的这样一份的这种炸蔬菜了 嗯 你猜猜大概我们要多少钱 不如我们给电视之前的观众朋友猜一猜吧 在我面前这么大一份的炸蔬菜 它到底是多少钱呢 给你几个选择 三块钱 五块钱 还是十块钱呢 两秒钟时间到 好 Catherine 东部的爱吧 你说的价格呢都不错 但是呢我们其实只要一块钱 这么便宜 哇 对 吃这个呢可能我觉得比吃这个炸薯条呢又新鲜 而且呢应该也是营养比较丰富 小朋友呢还有这个大家都会觉得口感会比较好 这么丰富也太实惠了 来试一下 好的好的 嗯 这有点不忍心下口 啥得这么漂亮 你吃的应该是红薯吧 还是洋葱 这是什么呢 太多吃一口 应该是红薯 味道应该很不错啊 甜甜的非常的好吃 对 那么原料呢都是非常新鲜的 我们超市自己进入的就是进来的 选的这个质量都是非常好的 嗯 那么做出来一夹蔬菜呢 应该也会成为大家餐桌上一道比较喜欢的一种小食 是 而且选择更加的丰富 比每一次吃到的薯条都只有肚豆在里面要好太多了 对对对 那么在我们这个区域呢 也就是我们制作韩国风味小食和街头食体的这个区域 这边呢也有很多人过来买东西 因为他们会觉得哎 我有的时候想吃snack了 但是不知道吃什么比较健康的 又比较有风味的snack比较好 那这边呢你就能够找到各种不同的选择 哎 我觉得你也可以选择一个你喜欢吃的 带这个馅料的 好像韩国热狗或者叫韩式鱼饼 然后也来尝一尝看看你喜欢哪种口味 你是想要香肠的蟹柳的还是年糕的呢 我喜欢吃蟹柳的 OK 那么你看这个炸好的呢 是这样的一个 然后呢我们就会用一个穿起来 用一个棍子穿起来 这样呢你就可以边走边吃 也是街头小时的真谛了 对不对 是 我现在已经非常的期待了 因为看着这个刚刚夹出来的 非常新鲜的这个热狗呢 马上就要成为我的库中师傅了 对 另外呢吃这个呢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你可以选择这样吃 其实它本来已经有味道了 是 你还可以选择蘸辣椒酱 比较适合你 非常的适合我 对 或者呢番茄酱开串 那么会让这个味道呢 可能更好吃 而且不会腻 嗯 来试一下 我们来试试这个 你可以直接挤在上面去 你可以放在这上面站着吃 都是可以的 好 我喜欢把它挤在上面 对 挤在上面 哪一个 哪一个是蟹柳的呢 哦这个是蟹柳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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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这个是蟹柳的 我就要这个蟹柳的 嗯 哇很漂亮啊 是不是很漂亮 再要不要刻上你的名字 我是想 哈哈 破坏了它的美感 那现在我就来尝一尝这个 加了辣椒酱的鱼饼 然后里面裹的是这个蟹柳的 嗯怎么样刚炸出来的味道 嗯 好好吃哦 热热的香香的 嗯 而且软软的对不对 香香脆脆 而且里面的口感呢 是略带甜味 嗯 又有这个蟹柳的海鲜的 这个味道 嗯 非常的丰富的口感 非常好吃 哎而且我觉得天气 稍微现在见冷的 这个秋天和冬天啊 是这么一个又暖鸡又暖味 嗯 所以可以介绍我们的观众朋友 来这个我们的小吃部门 买一买这个鱼饼 那也非常感谢观众朋友们 今天的收看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里差不多了 非常的感谢Catherine 以及我们师傅 谢谢谢谢 大家想吃鱼饼和蔬菜 别忘了来Galleria 对没错 那如果大家对更多Galleria的资讯 有兴趣 和一些韩式的小套门感 兴趣的话 就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也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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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